酸甜苦辣咸是我们大多时候对味觉的概括 酸甜苦咸问题不大 这个辣嘛 不过是这种痛苦觉和灼烧癌的混合 如果非不屑 你吃完重灸火锅去到厕所 肯定还能感觉到辣 但众所周知那是没有味觉的 否则 你说那不对 香辣香辣 辣椒多香啊 抱歉 所有的香味其实都是一种嗅觉 只是在吃东西的时候 你误以为是嘴尝到了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 还是在一次中感冒之后 短暂嗅觉失灵 它也只能尝到酸甜苦咸了 酸甜苦咸是正经八本的味觉 如果说到化学点 酸来自于氢离子的刺激 甜来自于多香离子的刺激 苦到头是生物碱的刺激 而咸不过是纳甲等碱金属离子的作用 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 其中苦是最差的味觉 因为生物碱多有毒性 进化出对它的敌处 而酸咸的感觉居中 因为酸的氢离子促进消化 而盐的金属离子是沉经传统的必须 但是吃多了酸的就会破坏胃环境 吃多了盐也会破坏体内渗透 所以这俩味就有种没事想吃 吃多了还难受的感觉 而醋成甜味的多抢击 为什么有这感觉 主要是因为葡萄糖果糖 这俩多抢击同泉 人体主要的能量之源 俗成碳水 这种味觉对很多人的诱惑 几乎就是无止定的了 直到一百年前 学姐也认为酸甜苦咸这四大基本味觉 就是我们感知到的全部了 直到一个日本化学家池田菊苗 他媳妇心血来潮 给他尽量吃到黄瓜糖栽点海带 就告诉你 哎呀 真鲜 真鲜 正常就和老婆说话 以后你多放点 这位大佬就先入神思化学家 这个鲜味不像嗅觉 那也不是酸甜苦 也不像咸 这倒是个啥 于是 从海带入手池田菊苗发现 海带中的骨氨酸钠会促成一种特殊的味觉 鲜味 不过在池田菊苗确实很多年后 世界学院公认人类其实拥有五大基本味觉 把鲜味加入了其中 而英语中这个词汇也是个日语英语词 来自日语 而池田菊苗一点都不亏 他迅速的把骨氨酸钠的生产技术申请专利造出了改变世界参著的调味料 外经 其实骨氨酸钠就是一种氨基酸骨氨酸的纳研 而氨基酸就是蛋白质的基本单元 不久后 池田菊苗的弟子小于新泰堂又惊起来发现 日本常用钓钓钓的鲜鱼 就是这个像爆花的门 里面的鸡干酸也可以产生鲜味 鸡干酸是什么 就是一种特殊的核酸 核酸买得很出名就是DNA RNA的组成单元 发现啥没 人类能感知鲜味 本质是对饱含蛋白质核酸的什么呀 肉肉的渴望 古人虽然一直不知道氨基酸核酸是啥 但是却一直在努力的激发着 比如掀起人们的珍宝 鲍鱼 完全不是现在的鲍鱼 而是咸鱼干 鱼肉的蛋白质被研溢一烟 天然的味精就出来了 还有呢 被称作海的肉酱 也是先前贵度必不可遭的高端货 难道如今无论是大豆盐发的酱油 还是服务都是臭豆腐 晚南的臭贵鱼 腊肉 火腿 凝固的臭菜鞋 东北的酸子 还是西方的乳酪 香肠 其实都是把肉奶豆的蛋白核酸 通过腌子打酵水解的结果形成了鲜味的氨基酸盐和氨酸 在料理中 无论是中国对鱼鸡骨等的炖煮还是西方对牛排的熟成 同样都是这一过程 谁承想古安酸那 味精的面试 让普通百姓的饮食也迅速有了极致的高贵 没想到随着1968年一个叫做西格兰医学杂志的美国期刊中的读者来信 去了中餐馆日后经常会麻木心肌疲劳 他表示可能是中餐馆的盐太多了的缘故 也可能和味精有关 就这么个破事 伴随着种族主义被称为中餐馆综合症的谣言 开始迅速传播 这盐谁都吃的 那味精就成了贝国侠了呗 殊不知当时美国领食 味精喊的是远高于中餐的 味精虽然现在就是河肠 但是果子那这个天然物质当初都有咋可能有害呢 而且如今全世界的天然物质标准中 味精也从来都是无限制 只不过比天然的高汤 紧泡和果汁酸辣的味精 味道让人降大于是口感的问题 那怎么办 你看吃货不干嘛 就怕吃货有文化嘛 一个很爱吃蘑菇的日本花园鸭又是日本 国中名发现 蘑菇中大量存在的核酸鸟干酸鲜味风味更加强烈 如果你去云南搞个建守清 只要加点炒熟就是感觉 嗯 问题的这个食材不便宜 还有人看见小人怎么办 于是加入了人工生成的鸟干酸的味素 鲜味素又开始奉离 始成第二代味精 等到八十年代食品工程师荣耀中 在给河南四川沙贫困县服品的时候 应对制销的鸡肉研发出了用骨鸩酸辣 荷干酸 二纳等加上鸡肉粉加工的新成为了 这就是被称为第三代味精的鸡精了 不过 随着日本某味精大众的研究促成鲜味的氨基酸和荷干酸被越来越多发现 比如鸡骨肉里的小分子短钛等等 从第一代到第三代的味精仍然味道安全达到天然鲜味的标准 而日方对此的解决方式是继续添加各类鲜味剂 完善风味 而中国味精大厂双桥公司的玩具的梵骨骨骨骨他们直接把鸡肉加工了 然后他们的生物媒体抽屉技术 把其中复杂的氨基酸和荷干酸提取加以盐条 和形成了第四代味精 鸡汁 说真的 就这个鸡汁是我在这后恰饭恰的最舒服的一次了